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重案组的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去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有关于葵方国的谋杀案 63岁的女护主梁雪卿女士 所以就怀疑 撞破了有这个贼仔 这个贼人 就走到他家里爆洩 而这一个冷血兇徒 竟然就是他的邻居 女儿 男朋友 因为他家里的后避时 他就相信这个邻居 所以放在他家里 因为怕自己大头虾 有时两夫妻 随便一个 没有带锁匙的话 都可以有个后避的回到家 不需要放到这么远 不知道要去哪里再拿 如是者 竟然 千算万算 都没有算到有一个这样的男子 这个25岁的怡胸 竟然趁女护主出去了 想着静悄悄入她家里做 谁知道 刚好 女护主回来 就撞破她这个坏事 竟然狠下独手 用这个铁笔 把梁女士都离开了这个世上 现在更加多的 关于25岁的男子的身份 就曝光了 哇 我看到有个媒体 那个报导 我看完真的吓了一条 心都凉了 我们经常都说 这群人是黑暴 就是他们做的事情 破坏社会毫无人性 例如私了 还有犯了事之后就着草 对 做的行为是无法无天 但是这群人还要说到他们 这些所谓的手足 抗争者 每个都好像情怒很高尚 不是的 其实就是一群犯罪分子 现在还有一部分犯罪分子是逃走了的 这个人呢 现在又是犯了法 又是 好像之前那些暴徒那样 一下子就飞去了 去其他地方 一模一样的 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代的七一吉警男 这个狂魔 他一下子就刺了到阿sir 之后呢 马上转身走了 那个女朋友呢 跟Jack 一起吃了一顿饭 就按一下飞 有没有机票 然后就送他去机场 就上飞机 打算去伦敦 就是这样那样 后来就被警方 就在飞机里抵回他 这次也叫做相当轰动 有些真的叫做成功离开了 亦都有 好了 关于这一宗案是怎样呢 这个25岁的疑空 有传 他的英文名叫Darren 说他曾经在城大那里读书 而真的 说他在2019年 参加这些叫做反修例的事件里面 就认识了 这个住在葵方角的女朋友 真是有事 猜都猜不到 我没有想着 刚才我们之前一节 老许你就猜他 咦?2019年年认识 会不会是在暴动期间认识呢? 谁不知真的 再加上 一开始也有少少的风声 是这样说的 2019年 其实这个很敏感的年份 我也不敢说这么肯定 现在有些媒体这样 去报道出来 哇 真的立刻想想 都无管动 他们那时候 大家看到画面就看到了 并非是当事人 他们很喜欢拍摄这些 好像搞到自己 2019年 反修例风波乱世街人 好像这样的那些 每个都带了一些猪嘴 特意拍摄的 是的 都带了一些头盔 那些 风火连天 今次拍摄 好像很悲壮 哇 即是我们的爱情 就在这个革命当中 酝酿也好 或者变得更加坚硬 什么都好 哇 看见我都想作嘔 这些照片 他们还要画插画出来 那一刻才拿你命 是啊 好像我们另外一节所说 其实也有些报道 都知道 这个25岁的Darren 我们在另一节也有说到 我们会贴在 这一节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叫前传 即是知道更加多的内情 就说他因为被债 债主临门又难倒 我们还说 哇 这么年轻又这么难倒 没钱 不知道赌什么 不过有些人仔 有些痘痘是... 有一批倒影 就好像染上毒癮一样 一批倒影就是 忍不了手 总是觉得 我下一批一定翻身 下一批一定翻身 那不是借又借 又借 又借又借 一路就跟人量脱水 朋友不肯借便借大耳窿 所以據说 这个人 之前都经常被人追债 所以才要躲在女友的家 还躲在一丫 躲了三年 这些是什么人 現在有些街坊都說 是呀 我都見過他的 這個人 看起來他的樣子都叫做斯文英俊 我嚇一聲 不過有個說話就叫做人不可以茅相 說他斯文 我都不明白 人渣沒有樣子看的 人渣不是經常可以在樣子裡表現出來 所以你看下去以為他斯斯文文 但有做人渣的事 你看得到是人渣沒有樣子看 如果有樣子看的話 人人都防備他 就是這種人是防不勝防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林過雲 你看到的士 看見的士人的樣子是這樣的 你都不上去 也有街坊所說 Darren好像是讀這個叫狐狸系 狐狸系? 真的 我都不明白 會不會是前線的什麼 前線的醫護 假救護 假救護 隨便自己貼一張紅色的十字 在頭盔上就假裝救護 其實是趁機一起扔磚還是扔磚 就是染護的人 說他外表斯文 身形瘦削 雙手有紋身 平時出入都會跟街坊打招呼 也算是有禮貌 我不知道雙手紋身紋什麼 是不是雲黃珠 香港領一領 加油 天黑光時吧 光時 左手就光復 右手又什麼時代 革命 革命 真是爽壞壞 人渣 人渣之中的渣伯 25歲 吃軟飯吃到這樣 大腫乞衣 加這個軟飯 再加這個爛賭王 哇 死了這些傢伙 你應該打招呼自己 早日貴田 阻礙住了這些傢伙 犯了一個大案 就扔了去 闖大禍了 你不要想著整個日本 你手上只有十多萬 很快就洗光了 現在最好盡快投案自首 盡快回香港 應該是這樣的 你還躲在日本 沒可能 很快就找到你了 再加上有些報道所說 說他在反修例中非常活躍 不要說他受 沒有能力叫做犯案 這個不能夠成為一個等號 說他曾經參加過前線訓練營 掌握了一定的街頭抗爭的戰術 我們那時候也記得 這個危險的 直接瘋了 什麼前線 你都瘋了 你隨便拿著遮掌 或者拿著木板 浮板 拿著遮掌 那當作前線訓練 什麼格鬥技 那時候中大也有 記得嗎 他們開學禮的時候 自己拿著遮掌 說我們第一天上課 不是進去課室上課 就是上這些訓練 怎樣用雨傘來做武器 打開就當作防禦 收藏起來就可以刺人 真的 還覺得自己這些抗爭的戰術 都有的 散陣 前面散陣後面扔磚 這些他們好學不學 書你不去讀 正正經經的事你不做 只要學這些街頭戰術 你都瘋了 說欠債再加上 和家人的關係惡劣 其實一直都沒有一個居無定所 很慘的 直至有朋友開車 車到葵方角附近 才知道 原來你現在和女兒住 你住嗎 不要再說 這多好 有女人給地方我住 如果真的 很久是炎耀的 這些都可以炎耀的 25歲做渣男做到這樣 我想問一下 假如這個說法是真的 阿哥 你想住多久 我想他想住成小 每天有女朋友養 沒所謂 最活該的就是 原來這個男友 和女友的媽媽的關係有多好 看來是哄得媽媽也挺開心 所以就一直這樣住 還有 連女友去了英國讀書 都還可以繼續留在這裡 真的好東西 這些大眾黑衣真是經典 可能是想得到媽媽還是怎樣 那個女朋友去了英國讀書 我們之前那次也有說 去了留學讀書 但是當時就沒有這麼多資料曝光 就去了祖家 她又不去 當然 跟女朋友一起過都去 她不是要上班 不就要做最低工資 不就要做廠 我現在多大都不要去 有Auntie煮飯我吃 又可以上網 還可以問Auntie 有空陪Auntie買菜 跟街坊打個招呼 扮一下好人 然後人們就稱讚Auntie 未來女婿這麼好兒子 陪你買菜 對呀 然後又過癮都不扯 這些人面獸心 這些很容易扮 不過Auntie就覺得她可以讓她留下 但是街坊就有點疑疑疑疑 當然疑疑 一個男人 無所事事無業 無業的 經常躲在家裡 貼著女朋友 現在女朋友還走了 那怎麼辦 一個人 吃著別人家的軟飯 現在還做一件這樣的事 一般人看得到 這個人是沒有用的 最壞最壞就是 有大耳洞上門追債 貪心 為什麼呢 她不方便在家裡說這些電話 據說她就去走廊談電話 原來就是那些收數公司打到來了 還錢呀 Darren 還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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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在葵方角 哪一座 我可以上來 不好意思 通用多三天 就有還給你的 這樣回答 三天 不是吧 你們最厲害的是什麼 著草 你當我們傻的 前線訓練你 跑得快 離開警察 我們都知道你們最厲害的 不要打算走 等你 我走就走 我一定走 真是很可憐 她的女友的媽媽 就是跟這位離開的梁雪兄 說她的關係好 所以張哥的後備時 就給了她 有備無患 說她最近也有很多次問朋友借錢 借到朋友也害怕 如是者 經濟來講 相當之結局 我想可能她連基本盤 去交手提電話費 甚至乎買包煙食 都沒有 出來也不行 不肯做事 現在的煙還要加價 是不是 不知道她還有沒有吃 吃不下 還說警方不排除有人山窮水狀 也知道隔壁的梁女士收了一些財物 所以就拿一個後備士去爆架 那最可惡是什麼呢 我看到現在他們的圍爐圈 竟然無端端把政治立場 扯了離開的梁雪兄女士身上 說她是藍絲 什麼 什麼 這樣也行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是最可惡的地方 原來是黃絲對一個藍絲 這樣做 這樣也可以 就算她是橙絲 綠絲 紫絲 ABC 什麼都好 你都沒權這樣做 是嗎 是啊 沒錯 現在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馬上就跟她割蓆 又說樹大有枯枝 所以就有一些手足 就會是這樣的 會做出這些惡行 有這樣那樣 看到這群人 我都覺得很噁心 你突然間對死者相當之不敬 你無端端就把一個政治立場安給她 就算她們是你口中的藍絲 那又如何 是啊 你沒權這樣對她們這樣做 你不可以拿她們的財物 哦 她是藍絲 所以我就要拿她們的財物 博她也好 什麼都好 不可以這樣把別人人格謀殺 有沒有搞錯 用政治立場去人格謀殺別人 當然 你們這樣說而已 就算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我都不理你 就算你做了一件這麼冷血的事件 我不理你什麼政治立場 不用爭辯的 你才知道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你做了一些人渣的事就是人渣 說完了 還有現在有些人就說 什麼叫前線訓練營 還沒聽過 是不是那些媒體冤枉她 做的 我不理她是否做過 或是參加過前線訓練 什麼營 前線訓練軍 什麼都好 名字就不是最重要 現在說的 如果她真的因為反修例 瘋到這樣 又說自己沒事做 革命失敗 就留在家裡 那真的相當可惡 又或者是否在2019年 令到有一群人 本來都可能沒什麼 然後可能失敗了之後 或者跟家人關係不好之後 然後就誤入歧途 或者去再賭錢 或者再群上一些不太好的人 還要去借大耳孔 或者這樣那樣 那是不是導致到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真是一個社會的悲哀 是啊 我們今節暫時說到這個位置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